有把一种慢性的又做了一个更详细的分类 其实它都是傲慢了 但是把它分析的更详细一点 用于我们在生活当中去辨识它 去了解它 这个增上慢呢 专门是对修行而讲的 比如说我们打坐呀 念佛呀 因为我们就觉得是我在修行 都希望我能够好一点 我能进步一点 我能得到点啥 所以呢 这种慢性就有了基础 因为我们是说在自我的基础上在修 你可能是对自我的不满意 我觉得我应该比昨天要强 我要有进步 那你就会产生一种增上慢 不管你有没有进步 你可能会觉得那我就是进步了 那还有一种就是跟别人比较 就说我可能就比他强 你看他修了那么久啥也没有 那我可能就比他修得好 在这种增上慢的基础上 人就不认识自己了 往往就会产生一种错觉 比如说我会觉得我有功夫了 甚至说就涉及到有的人 他明明没有获得那样的体验 但是他就会认为自己获得那种体验 乃至说正果 有的人说自己就什么成菩萨 成佛拉 可能是增上慢 也有可能就是他精神出问题了 或者是想骗骗人 这种可能性都有 但这里讲的这个增上慢 就是修行当中 错误的认为自己 获得了一些修行的成就 而导致的一个心理现象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